车市大爆发 德国名车厂还推出了多款全新的双门轿跑 跟品牌紧密的结合 企图要在先高价车的战货 好 这间车厂出产的系列车款呢 在去年整年 出售的国内进口豪污车前十名当中就占了三位 好 这回除了推出了多款全新的双门轿跑 车商也提前曝光 原先下半年才要来问世的车款 希望除了保住排行榜上的席位 也能够有多系列的车款来强劲榜单